人间美善 无处不在乎 慈善 医疗 教育 人文 欧洲 美洲 亚洲 非洲 大洋洲 看简报听慈禁人 慈禁事 说你所做 大爱网络电台的观众 听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说你所做 我是韦勇 说你所做的节目就是为了让全球人文真善美志工 传回来的活动日志能够被大家看见 对于不论是海外或是国内 在世界各地的慈禁人的付出 表达鼓励更有满满的感恩 所以大爱广播特别在今年新开了 说你所做这个新节目 希望邀请您一起来多了解 慈禁之工在全球所做的事情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要分享的 慈禁人 慈禁事吧 首先想问问大家 4月22日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这么问 其实是因为1990年开始 4月22日成为全球性的环保宣传日 而在这一年也就是慈禁环保志业的开端 1990年的8月 慈禁正言法师接受邀请到台中演讲 沿路看到了街上遗留着许多的垃圾 因此啊 演讲后 邀约大家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呼吁垃圾减量 资源回收 从此啊 慈禁之工在邻里带动环保 每天都有环保志工为地球付出 除了每天的环保资源回收 今年为了响应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世界各地的慈禁之工 从自己开始做起 更是在各县市利用假日 结合当地的活动来宣传环保的理念 并且也带动社区乡亲朋友 一起投入爱护地球的行列 共同打造一个干净的地球 北中南东环保的活动由 扫街 晋山 晋滩等活动 北部地区慈禁之工在各个乡镇 举办环保宣导活动 在4月7号的时候 响应了中和区 景南里的晋山活动 沿着山路捡起被路人丢弃的塑胶袋 宝特瓶 4月21日 22日 士林慈禧之工在士林地区 进行减少塑胶的宣导扫街活动 感恩 真善美之工 减福心 桃园慈禧之工从4月4日起 在桃园农业博览会的环保再生馆 宣导环保 4月22日 则是举办了趣味环保游奖侦达 还有瓶瓶罐罐大变身 等这些寓教娱乐的活动 接着来到中部地区 将近500位的彰化慈禧青少年成长班 4月8号结合方苑乡公所 以及海岸巡防署 岸巡大队等当地的团体 在王宫渔港举办进滩活动 感恩真善美之工 廖定国 杨凯远 总共捡起了超过一公吨的海洋废弃物 其中包含5公斤的塑胶袋 超过21公斤的宝特瓶 有一位北斗家商的陈同学 利用廉价参加进滩活动 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反省 造成海洋污染的原因 跟希望唤起大家对于环保的重视 感恩真善美之工杨国华 在云林嘉义地区 慈济之工结合大甲妈祖过境 宣导垃圾不落地 少用棉西碗筷等环保理念 以干净的街头 公营大甲妈祖 云林慈济之工也在4月22日 上午8点到下午1点 在麦寮公园宣导环保教育 感恩真善美之工 钟义瑞 来到了南部地区 台南慈济大专青年 为了推动减少塑胶 宣导环保 在4月14日那一天 到花园夜市宣导 夜市零垃圾的活动 然而世界地球日这一天 高雄慈济之工结合了环保局 举办的活动 在大树市地公园架设摊贩 推广环保 而屏东的志工和慈景会 在丽里圆山森林 举办进山活动 接着来到美丽的东部海岸 学生们体会到垃圾被轻易丢弃 却造成了后续的生态环境破坏 14号的时候 超过130位慈济大学学生 在35位慈济志工陪伴下 前往著名景点 七星潭敬滩 而在4月22日 花莲慈济志工慈济中学 小学的学生 也响应了花莲县环保局 举办的花莲春季 扩大敬滩活动 花莲慈济志工身体力行 清扫街道公园 并且带动社区乡亲一起付出 小朋友和行动不便的居民 也热情地响应 维护干净的环境 慈济今年的主题是 大爱共伴有情天 寸步铺路护大地 全球慈济志工 以身体力行带动环保意识 并且在2017年11月 在德国波昂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迁 纲要公约第23届的大会上 分享慈济环保志业的理念 生活落实环保的方法与成果 非常的期盼 透过众人的努力 一起为环保 共知 共事 共行 还给彼此 还给你我一个干净的地球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环保玉佛护大地 2018年慈济玉佛将在5月13号举行 地点是在台北中正纪念堂 慈济人秉持着滕袭大地 善用日常的环保理念 发想制作随手可得的环保回收素材 来迎接全球佛诞日和母亲节的到来 慈济志工利用回收而来 将近7000只的宝特瓶 一个一个制作成 现贡专用的环保莲花 以及灯座 汤座 精巧的手工啊 制作了超过2000组的 环保莲花汤灯 即将在5月13号 盛开 绽放 照亮中正纪念堂 这次的环保莲花 由内湖环保教育站 创意DIY团队 设计制作 主要的发想人是慈济志工 李清雄 每一盏环保莲花 需要透过5支宝特瓶制作而成 由于制作量真的蛮大的 因此内湖环保教育站 从去年开始就陆续回收 挑选合适的宝特瓶 经过清洗 晾干 裁切 再来制作 其中为了要一刀剪到底 还要处理尖锐的部分 才能保持圆圆的脚 不割伤手 过程很复杂 也很繁琐 这也看见了慈济人的贴心与用心 而另一组制作 现贡专用的灯座 汤座 是慈济志工将敏针负责 灯座 从宝特瓶的底部裁切而来 考量到剪下来之后的圆弧切口 不平整 因此突发奇想用熨斗 加热圆口 就是用塑胶融化而成的磨屏方式 让灯座呈现更好的内凹弧度 具有立体的美感 在这个阶段必须要非常的有耐心 慈济人聚精会神的用心制作 以最虔诚的心来迎接日佛大典的准备阶段 将环保回收的物品经过创意巧思再生 是让环保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并且能够将被丢弃的物品经过用心制造 摇身一变成了美观又实用具有创意的东西 不仅重新赋予环保回收物品的新价值 更有着爱物习物延续物命的意义 当然宝特瓶大量的使用与丢弃 已经造成了大地沉重的负担 此际推动环保是净化地球 也是净化人心 让玉佛不只是人文美善的展现 更是让我们学习佛的福德与智慧 这篇报道感恩真善美志工 严福江 再来和大家分享马来西亚分会 慈济安清班 最近在做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先带大家看到慈济冰城安清班 在安清班的教室里面可以看到高年级的学生 当起小老师带领弟弟妹妹朗读晋思雨 与他们分享晋思雨的故事 也看到了安清班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用心 打扫的时候也很细心 任何的小缝隙都打扫得非常干净 槟城慈济安清班的学生把握住了新年年假的尾巴 到了儿童保护中心拜年 并送上新春的祝福 不仅准备舞师的表演 更准备年的故事 让儿童保护中心的小朋友 可以认识农历新年的由来 回到教室内 生长在城市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农耕的机会 也渐渐忘了食物的来源 因此,槟城慈济安清班的老师 特别邀请到都市农场负责人朱凯一 前来为小朋友们上课 第一堂是关于种植的课程 体验千叉的方式 第二堂种植课 为小朋友们讲解种植相关的知识 都市农场的负责人朱凯一 也带来了蔬菜的种子 让孩子们观察 并且体验移植菜苗 可以看到小朋友们在土里挖一个小洞 非常小心翼翼地把菜苗移植过去 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槟城慈济安清班 潜入教育中心之前 老师也把握机会教育 让孩子们从做中学 教导孩子们搬箱子的正确知识 避免错误的知识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趁着学校的假期 击打安清班的学生与老师 开车前往槟城协助清扫 当然 槟城慈济安清班的学生 也担起了小主人的责任 招待几打教育团队 准备了禁私午餐 表达对几打教育的感激 小朋友们分工合作 大大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让清扫工作更快完成 安清班搬前到教育中心 打扫完之后 接着就是准备开学了 在开学之前 各个置业体的同仁 也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 前来教育中心做最后的清扫 让孩子们有个整齐干净的学习空间 也可以看到安清班的学生 非常的贴心 为同仁们按摩 贴心的孩子们也准备了 茶水和点心 感恩大家为校园尽心尽力 槟城慈祭安清班的部分 感恩郑善美之工 陈慧敏 蔡赛梅 黄毅晴 黄翠璇 陈瑞文 接下来看到北海慈祭幼儿园 趁着过年的气氛还在 北海安清班的学生 与幼儿园的弟弟妹妹 一起到洗肾中心 以及禁思书轩 送上新年的祝福 并且也向置业体同仁道声感恩 不仅准备了画作 武师的表演 孩子们更发挥创意 把回收的物品改造成锣鼓和鼓棒 也在庐杆上写下祝福的话语 希望所有人来年顺利 北海慈祭安清班幼儿园的部分 感恩珍善美之工 吴珍宜 刘燕威 接下来我们看到高渊安清班 有一天的下午后 有一位小朋友说了一句令老师非常感动的话 他说啊 老师 慈祭安清班是最好的安清班 因为这里让我们的学习有进步 也可以看到 小朋友们在安清班有许多快乐的学习 小朋友们在过年后也捐出了一些获得的红包钱 希望用小小的力量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除了学术的教育 生活教育也非常的重要 在学校放假的时候 老师们为孩子们安排生活教育课程 让他们学习整理书包还有洗水瓶 孩子们根据各个科目分类所需要的书本 为书包省下了不少空间 并且也让孩子们学习照顾个人卫生的观念 小朋友们在放假的时候学习和阅读 把握时间充实精进自己 还有像是种植植物 做尽丝小点心 还有意志游戏 培养孩子们的耐心 勇气 专注力与创造力 并帮助他们提升自信 更重要的是 把握用心与当下 高渊此届安静般的部分 感恩真善美之功 成仁恩 方玉萍 今天的说你所做就到这边 我是韦勇 感谢您的收听